中研院化學所發表了一項 利用奈米技術製成的晶片 來追蹤癌細胞的新方法 不用透過侵入式的切片 只要抽血 就能夠追蹤血液內的癌細胞 跟可能的移轉路徑 癌症是國人十大死因的榜首 學界醫界對癌症的治療研究 也沒尖斷過 現在中研院更研發出奈米技術 推出熱響硬性奈米魔鬼粘晶片 透過晶片能夠追蹤 並萃取循環癌細胞 並追蹤移轉路徑 過去醫生在診斷癌症時 都得靠病理學檢查 像是採親入室的方式 用切片或穿刺等手術 取得並確認癌細胞的組織 但對病患身體負擔大 透過利用奈米魔鬼粘 萃取技術 只要經過抽血 加以分析血液中的癌細胞 不只更方便 也能高頻率使用 更減少病患的身體負擔 這項奈米追蹤癌症的技術 最終的紅塞 讓我採用過 成功能 感谢观看